好端端的紅磚人行道 怎麼圍上了工地圍籬 讓里長大吐苦水 剩下30公分不到的寬度 教學童怎麼走 里長火氣這麼大 原來是五輪國小下方的紅磚人行道 因為旁邊的工地建案 建商進行水保工程 直接把人行道給圍了起來 儘管依照建築管理條例的規定 建商是可以申請借用一米半的道路 但還是讓里長相當不滿 按照我們建築管理條例 它裡面的規定 它6米到12米 它是可以借用1.5公尺 然後它這個建案 它是當初區公所 它查報過來的時候 它是施工計畫書還沒有報准 所以我們已經行政財法 你們要去住 你們的技術上你們確保 不要威脅我們的生命安全 不要把我們的人靈都折成這樣 你不可以說政府一定要照 你不要照 因為我們既然知道 這裡有這個反應的聲音 跟這個安全的問題 你怎麼考慮我們的安全 不是考慮他們健康的方便 道場協調的市議員蔡斯英 希望建商能夠考量學童上下課的安全 製作安全措施 避免學童走在危險的大馬路上 五輪街是這個五輪國小五輪國中 學童必經的道路 那市政府在核准很多的私人的建案在施工的時候 必須要考慮到學童上下學的安全通道 那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 就是學校還有這個建商 還有這個市政府在彼此的溝通 產生一個問題才造成這樣一個情形 那我們當然會盡量協調這三個方面 讓這個學童的安全走道能夠出來 那讓這個工程也能夠順利進行 讓市政府能夠做有效的管理 會看的結果 建商同意在核地方溝通 製作安全措施 而市議員蔡斯英也希望 校方 禮辦公處核建商 三方都能夠加強溝通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